一位出席就剛好有雙策純惡劣 一年女兒女兒瑪莉歐 過期末做過收保的出事失敗 做成說話還有吃東西的困難 可不可以知道台灣在這方面的醫療技術是很好 經過北斗的監視 總算帶到瑪莉歐來台灣就醫 讓瑪莉歐重心擁有撤養 當時也讓世界看到台灣醫療的優勢更進步 謝謝台灣 謝謝台灣 幫你幫我幫忙 請說出感謝瑪莉歐撤到非常開心 原本讓人幫忙他出身就住 雙策純惡劣 兩回時進行保守手術 算是失敗在嘴裡下口鼻漏罐 講話還有吃東西是非常困難 最後在客房會救助國際團體 經過八年時間 總算帶到瑪莉歐來台灣進行治療 已經有10年以來給瑪莉歐 我真的很想感謝 Dr.Lo Changong Hospital NCF Mcdonald's House 幫我們幫忙 製作成功 謝謝我和瑪莉歐 我可以說得更清晰 當我吃的食物 不會出現我的名字 為瑪莉歐進行手術的羅倫舟遺書基礎 口鼻漏罐是過去 手術失敗收入海白月 要在家進行手術治療 是很大的挑戰 以瑪莉歐的個案來看 修稱要用舌半來補 家製作成功 要等待兩到三個禮拜 以後再進行舌半 這麼硬碌的分割 它的樓管很大 一般來講 我們樓管大到一定的程度 儘量用舌半來修補 如果再大的話 可能就要用顯微手術來修補 那這個困難度就更高 從資源比較不足的地方來的 我們必須要考慮它的營養狀況 在台灣醫療團隊的幫助之下 讓瑪莉歐中心擁有撤兵 在當時抗水飛河期間 還要親手為在下午 新年快樂的度 作為貴類 本處瑪莉歐的健康福音 也讓世界在此看到台灣醫療的優勢 還有進步 繼續劉德宇 台北報道